你不管是學風水 包括風水的任何門派 還是學這個預測 都比不過去的這個八卦 這八卦不要一開始上手 就把它要記得怎麼樣怎麼樣 你先一點一點的知道 一點一點往裡揉 也不要先說記刮刮呀 記刮名啊記方位 這些東西先不要直接拿來就要 就把八卦這關過了 越難過越想過 沒必要 咱就講一個案例 一個案 咱從這案例引入看看你 我講完這課 你肯定能記住一個掛條 西北大部分人說是火燒天門 火燒天門 天門在西北 其實這個火燒天門 這裡就進入到掛了 也就是西北方天為前罐 也就是西北方你記住這個位置 這就是前罐 西北方就是前罐 這個應該有好多人講案例啊 講到這個火燒天門 火燒天門的危害 火燒天門怎麼化解 火燒天門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存在 也就是在西北方有火 這是一個簡單的說法 這裡就說這是個廚房有灶 對 這叫火燒天門 你先記住這塊是啥了 這塊是前罐 西北為前罐 你也別管它 先停罐後停罐 你先記住這 西北有火這個位置是前罐 今兒這個 一定就記住這罐了 但是具體前代表啥 一點咱們再引入